大家好,之前来跟大家分享过这个猪顶红的摘种方法 那么就有很多话有咨询,猪顶红在摘种之后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给它施肥 应该施什么肥最好呢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猪顶红刚刚摘种浮沫之后呢 我们不要马上给它用肥 我们等到它开始长出这个叶片 然后呢叶片如果能够长到大概五六公分左右高了 我们再来用肥 为什么叶片没有长到五六公分之前不能够用肥呢 因为这时候呢它刚刚浮盆 猪呢刚刚开始长出新根 如果马上用肥的话 很容易造成这个新根的出现肥害 所以我们呢一定要等到叶片长到大概有五六公分左右高了 我们再来给它用肥 这时候用肥可以用一些畜生长型的这个有机营养液 这种营养液蛋磷甲比较均衡 比较适合在它现在一个营养生长期的时候来使用 来促进它这个叶片的生长 等到它叶片长高了 还不马上用肥的话呢 就会造成叶片后期长势不佳 然后会出现这个软塌瘦弱的情况 那么它的这个光合作用呢就比较弱了 蜘蛛后期也是难以开花的 这个通用型的有机营养液 我们大概就是十天半个月左右 给它灌一次根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来观察蜘蛛这个球筋这个部位啊 如果从这个部位呢开始串出了这个花间 这个花间呢在刚刚开始形成 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就不能够再用这个通用型的营养液了 这个所用肥呢 主要是以灵甲肥为主来促进它的这个花间的 呃 咸成还有花间的抽出 灵甲肥的话呢 最常见的就是灵刷新甲 稀释1000倍给它进行这个喷湿就可以了 大概喷湿两到三次左右 这个花间呢就能够深深往上串 等到花间已经串到比较高了 然后准备要开花了就一定要马上停肥了 那么这样呢 有株顶红的一个施肥方式就是这么简单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